我的重量呢 首先先从后面跟着我的骨盆放到前腿上 然后啊 因为我下一个做的是一个转的一个动作 那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发生了这个超过 那不能说是这样 应该说 我当我们发生了在180度以内的转 比方说我要转90度 或者是我要去转180度啊 这种转呢 我们都会转啊 引带 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转的这个角度是从前到后 一共是180度 那转这个180度的时候 我需要大家在从后面放这个骨盆上来的那一步 那一个力量的时候 你的身体啊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向你下一个方向 做一个转动提前的一个转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骨盆做的是推动 它的方向其实就是你的正前方 因为但我的前脚脚前是打开的 所以我的骨盆不会特别的正前 对吧 那我就会稍微的往斜前方一点点 但它的方向不会往旁啊 一定要往正前 为什么要单独给大家说这个骨盆是往前往后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身体引带放这个骨盆的时候 通常就会有同学把这个胯就这么去放 因为骨盆是往旁 这样就裂掉了 你再去做接下来那个转 你是很难去发力的 所以咱们要在这一步的时候把你的骨盆往你的脚尖 你自己低头看你的前脚脚尖的那个方向啊 把它往脚尖的方向推到脚掌上 骨盆和重量都要上去 然后你的身体就开始往后做一个引带 那这个引带呢 大家要去想象不是我的手去做的引带 这样不算完成引带 真正的引带是什么 是我的手和身体是一个整体 我身体往哪转 我的手就往哪里去走 它俩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真正去引带的部位其实是你的胸腔 带着你的手 同时向后在放骨盆的时候有一个 提前的引带 虽然你没看到我的胸腔已经转了方向 但我的骨盆依旧还是往它自己的方向去放 然后这个时候 我接下来要转动我的前脚的脚掌 不对 转动我的前脚的脚腹根 脚腹根 那在转动脚腹根的时候 咱们的骨盆要和你的前腿 保持住你现在的这个方向 不动 全部都靠你的脚后根去旋转 胯部要动 胯部要单独去做转动 胯部就是放下去锁住 然后前脚脚后根去转动 带动 它一直放在这儿 那我的身体一开始不是预备了吗 预备完之后 你的身体会继续往后 往你要去的那个方向 继续引带 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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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对前脚转的时候 咱们的要求就是 第一 我们的胯 我们的骨盆 一定要保持在你刚刚 放完的这个位置上 不能动 第二 转的时候只靠两个部位去带 胸腔 带着你的上半身 脚下就是脚后根 脚后根带着你的主力腿和胯 进行旋转 那这样的话做出来的效果 就会感觉啊 我在转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骨盆线条 4 1 2 3 大家看 对吧 我的骨盆线还是依旧保持住的啊 那我们这个转其实它有两种 一种是高位的调转 就是跟后腿有关系的 就是 and the 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种 放骨盆的战斗 and the 两种都可以去选择 那大家可以今天可以试一下我讲的这一种 放骨盆 保持骨盆 脚后根去旋转 身体 是 你的肋骨 肋骨 肋骨在这儿啊 我刚刚说的是应该是肩胛骨 肩胛骨跟你的胯锁住 那他们俩要骨盆要转的时候是不是肩胛骨也会跟着一起转 你刚刚说的那个调胎转定点转当中的这一步它就是曲 然后有一个 and the and three 啊 我可以给大家提一嘴 就是这种转动呢 它其实就是把你的重心留在两腿中间 然后呢 我今天讲的这种转 其实就是把你的重心完全放到前腿去转动 所以两种的支撑 支撑腿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前腿支撑 前腿支撑就是我的股盆放在前面转 一个是后腿支撑 后腿支撑 其实两种就看你运用的地方对不对了 前面的这个把骨盆放到前腿去转动的话呢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垂直线 垂直线你的骨盆才会出效果 而且骨盆啊 它的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你骨盆往哪 你骨盆往前 它产生出来的效果 和你骨盆往旁 它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既要保持咱们的这个轴心的垂直 也得保持你的骨盆 它放下去的那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侧面 我在做的时候不是往旁放的 是往前放的 因为往前放的话呢 你就能够锁住 和你的身体锁住 这样去转动它是比较稳定的 你往旁放你的身体和胯产生了一个对角线的这个拉开的话 那你的整个人会感觉到啊 我整个人是歪的 那你要去检查 第一 你的骨盆放下来之后 你的身体啊 你在继续转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否是垂直不动的 我刚刚有讲到 我说我们转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两个地方在转 一个是我刚刚不是提前引带了我的身体吗 那接下来我身体要继续带 一个是我的前脚的脚后跟 所以我整个人应该是一个垂直转动的 它不会在转的时候继续往前再走了 那可能要么就是你重心 你带的是整个上半身 咱们在所有的转动当中 手后腿它们的俩的力量是不同的 前腿是支撑 支撑 后腿它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我的脚 我的重量不是到达前腿了吗 那我的后脚是不是要用我的脚脚指尖内侧 大拇指内侧去勾住地板 稳定住你的身体呢 因为好这里说一下后腿啊 咱们什么时候在转动的时候是最稳定的 当你的两个腿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力量啊 不是三角形是三角形的力量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稳定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骨盆和重量都在前腿了 我要转了 我的后腿不能够需要松弛 那它们俩之间内侧的力量就散了 所以我会在转动的时候 我的后脚一直用我的大拇指内侧 扒住地板压着地板 然后转转转转转转 好我转到我的后腿的那个方向的时候 我前脚就会又变成了脚尖 好那我没有问题的话我接着往下了啊 当我们转到正后方之后 然后呢我的重心 我的主力腿它的力量会继续啊 因为我的重心是要去到 下一步是要去到我的右腿上的 所以咱们的骨盆在这里放完之后 好我转转转转到这之后 马上这个骨盆就要往反方向啊 有一个转动 推我的重心到达两腿中间 我侧面做一次吧 放转 然后往反方向 转动转动 启动我的后脚的脚后脚掌 还有我的骨盆 还有我的这个肩胛跟它锁住的力量 转动上重心到达前腿 然后完成咱们的最后一个骨盆的力量 就是放下去放到前腿 然后重量重心跟上啊 到达这里 所以我们连贯起来就是 2 and 3 and 4 1 2 and 3 3的时候就要拧你的骨盆 拧你的后脚脚掌 推你的中心到达两腿中间 但我的身体还是顶住后腿的 然后再去放我的骨盆和重量到前腿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动作 3 and 4 我侧面做一次 3 and 4 它是属于转当中一种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力量的一个转 那这个转呢 它主要靠的就是两条腿互相去支撑的那个力量 那当我们到达这里上下重心 放完骨盆之后啊 你们一定要把骨盆放下去 因为撇转的骨盆也是在前腿的 我接下来同样也是要转动我们的前腿 也是前腿的脚后跟啊 产生一个转动 把我的后腿啊 给它撇过去 给它带到正后方 这个就是撇转 那我说一下它的顺序 发力的顺序步骤啊 我们放完骨盆之后 右腿啊 右腿的骨盆 然后呢 接下来同样我的身体 也要有一个提前的引带 提前的引带 所以它是往右边有一个引带 那这个时候引带完之后啊 我的身体会继续往那边你要转的方向继续走 所以咱们在转的时候还是同样 我的骨盆放完之后 我的身体胸腔以及我的前腿的脚后跟有一个快速的发力 注意这个转变成了快速 不再像前面的那个转一样 它是慢速的按 前面那个转它是慢的 所以它能控制 但这个撇转它是快的 那就需要大家的腿 有一个快速的发力跟地板 所以是 放完骨盆 好 然后我放了骨盆的时候 我的身体要一个引带 这样斜角对大家吧 然后我身体继续往那边走 然后我的骨盆 sorry不是我的骨盆 我的骨盆保持在这里 我的前脚的脚后跟和我的脚掌 有一个跟地板的凝转 但是注意转的时候 咱们的身体和胯 都不要动 通过它的凝转 保持在现在的位置上 ho 给它带动过来 一定要找到垂直线 然后我说一下咱们的后腿 另一条腿它需要做什么 我现在做一个慢动作给大家看 你们看一下我的后腿 做了个什么动作 in in 松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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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我这个腿转转转转给它带过来之后 你看我的后脚是依旧保持在我的小腿依旧 我的脚尖依旧保持在这个弯曲膝盖的这个位置上 它被带过来 所以沿着地板沿着地板沿着地板带到这个方向之后 然后马上我的后腿的内侧脚踝去压地板落根 所以说这个动作你自己的感受应该是我在放完骨盆之后 然后我的大腿内侧就夹紧了 然后我在转的时候我大腿内侧中间是没有分开过的 info 我落过来之后我的大腿内侧还是夹住的 那所以就我刚刚说的需要大家两条腿互相去支撑